時間為三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有請張院長 請張院長 原能會周主委 請原能會主委 鄧部長 經濟部 好請部長 好請一下院長 我們的核電 核能的政策 其實未來新政府 大概有一個方向 那麼國內的三座核電廠 大概可以如期停機除役 好 這個大概方向已經定了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媒體 報導 就在這個同時 我們竟然看到 台電送交給原能會要審查 核一廠除役計畫裡頭 打算要在核一廠的廠內 還要在 興建核廢料的儲存廠 使用的期限 要儲放四十年 請問院長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您說這個 您說他們要儲藝的事情 還是要在廠裡面儲存的事情 就這個事情啊 廠裡面儲存的事情 在前幾次的質詢 我們經濟部 鄧部長也說明過 現在廠裡面 已經建好了乾式儲存空間 準備要把廢料 就核一廠除役以後 原本不是要規劃 作為風力 發電的一個 相關的設施的一個基地 那裡頭還會有公共設施嗎 還會做公園嗎 那個包委員 這樣我來跟您報告一下 突然間有這一個計畫出來 它那個中期儲存計畫 一直都是存在的 它是個中期中間的中 那將來我們 有沒有經過討論 核一廠除役以後 台電打算作為核廢料的儲存廠 這一個計畫 什麼時候經過討論的 它當中已經有很多環評 還有那個投資可行性 各式的計畫都在陸續進行 而且它的執照 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個階段 院長你知道嗎 知道這件事情嗎 知道這件事情嗎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我後來知道了 後來知道了 我這樣子跟這位 我對不起 我剛剛可能沒有跟您報告清楚 第一個 它現在有一個中期中間的儲存計畫 將來要用一個最終處置場 就要把它搬到那個最終處置場 當中還有一個外送的計畫 正在 我們現在會知不知道 我先跟委員補充一下 我剛說我後來知道的意思是因為 我原來不是擔任院長 那這個計畫是我接任院長以前 就已經在進行了 所以並不是說 好像應該我先知道 而沒有知道 先補充一下 請 有經過廣泛討論嗎 報告委員 是這樣 照規定台電必須在廚藝三年前 把廚藝計畫送到原能會 那他們去年底已經送到原能會來 那這個廚藝計畫 我們會去在地方政府公告 然後也會舉行 地方政府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現在那個已經送到地方政府去了 有關的廚藝計畫已經送到地方 什麼時候送的 應該是今年初的時候送過去 在你們送的之前 不用廣征民意 不用跟地方政府討論 不用跟當地的民眾 舉行相關的公聽會 那你們當然也更不可能 跟環保團體溝通 所以院長 這一個案子影響重大 影響了北北基 七百萬個人口 知識體大 我建議 如果你們沒有公告周知 沒有詳細的公聽會的程序 也沒有跟當地的地方政府民眾好好溝通 這個決策就是黑箱 所以我建議 這個案子可不可以撤回 這個計畫不要提 好不好 部長 鄧部長 告訴台電不要送這個計畫 等520以後再來處理 你們怎麼會在520之前 在政權轉移之前 就要做這個事情了 為什麼要擠得做這個事情了呢 因為他們的程序很嚴謹的 他很嚴謹的一個程序在那邊 我跟您報告過 不管如何嚴謹 都必須要讓當地的民眾知道有這個事情 因為地方政府 我們要申請台電 要申請各式各樣的建築 都要地方政府同意 我只要求你 我只要求這個案子 520之前 一定要暫停 撤回這個案子 這個 留給新政府去決定 好不好 這是對新政府表示的尊重嘛 我們不要在新政府還沒有就任之前 就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現在這個案子已經到了那個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是 我的建議已經結束了 好不好 部長請回 好 原人會 周主委請回 對 好可以 接下來我想請 教育部 副部長 委員長 前天我看你也出席了228追思紀念活動 是 其實我想了解 院長跟部長 你們的態度 我想問一下院長 你同不同意 228是台灣歷史上一個非常悲痛苦難的事件 當然同意 當然同意 沒有問題 好 但是 我們現在台灣社會 了解228 知道228真相 其實非常少的人 你看 228這幾天的連假 還有遊樂場 辦理228的促銷活動 那之前還有很多政府機關 還有牌匾 慶祝 228和平紀念日 我不會怪他們 因為他們所知有限 所以我們對228的轉型正義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歷史當然可以原諒 但是要原諒 要米平傷衡 我們要朝向一個和解的社會 這個都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沒有錯 但是我們要先知道真相 我們對真相的努力做了多少 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228事件你了解多少 我這樣子問你好了 你認為誰是228事件的加害者 我想那個當時的政府做這個事情 應該就是說當時的政府是加害者 我對228了解多少 老師說 在我60歲上下的這個年紀 當年在念書的時候 228在學校裡面是沒有教的 好 那就你的理解 不管有沒有深度沒有關係 那誰是228事件的加害者 我剛剛已經回答了說 就是當時的政府 當時是威權時代 所以當時的政府 你當然可以說 當時的這個算總督嗎 陳怡是一個第一個 當時的政府 但是其實 那你的意思是說 當時的政府 所有在政府機關裡的人 都是加害者 當然不能這樣講 我想這個 當時的政府的什麼人 我再這樣問好了 我想這個裡面有一些 好 涉及到這個整個 啟動這個事情跟執行的人 應該多多少少對我 好院長我想 你也不太願意正面來回應這個問題 五部長 就你所知道 我想你也是歷史 教科書的制定者 你跟我們講 就你的了解 228事件的加害者是誰 我想 其實在目前有關於228的研究結 相當的豐富 那當時的政府 確實需要負起相當的責任 好 當時的政府的什麼人 我想 職位越高的 當然所應該負的責任 應該越重 這是必然的 對 我說職位越高的人 他所應該負的責任 必然是越重 當時的職務最高的人是誰 就我所知道 當時是陳怡在台灣 那你的意思是說 陳怡是加害者 他至少在行政上需要負責 負相當的責任 所以你的認為陳怡就是元凶了 我想一個事件的發生 其實有很多元的原因所造成的 那在其實很多的歷史的研究裡面 也對這件事情都有相當程度的交代 所以義馬 部長如果你這樣子說 你不願意真正去面對 整個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莫 報告委員我想 我想 叫做誰有百分之多少的責任 在這個史料完全 還沒有完全公開釐清 其實 但是至少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把所有相關史料公開 受諸社會公平 所以以後到底誰有多少責任 事前知不知情 事後有沒有去鼓勵 或是去阻止這件事情 將來應該 或是現在其實已經不許在 就是院長跟部長 我都了解了 我想你們也不太願意很正面的去回答 那到底誰是最開始的元凶 那我也不要你們去這樣子的回答 但是你們總是要知道 有哪一些是受害者 你跟我講 就你所知道 二八事件死亡人數是多少 這個數字好像一直沒有一個確實的定讀 沒有關係 那你所知道有哪一些人是 二八事件的受害者 有的人失蹤了 有的人被槍殺了 有的人是被槍斃了 還帶到街上去當街示眾 很多這樣的悲劇 你告訴我 你所知道的受害者有哪些人 就你知道 我想那個二八基金會補償的那些對象 都是很清楚的受害者 這個什麼證書是吧 你們 你們對於二八的受害者 其實你們 不太願意去了解 我沒有不願意去了解 我這樣說你幾乎也無所知 我沒有不願意去了解 這樣問 這個人 二八事件的受害者 這個人 潘慕之 你知道是誰嗎 潘慕之 哪裡人 他的這些事蹟老實說 我不清楚 我這些名字 有的看過 有的沒有看過 那那個 潘慕之這個人是誰 抱歉我不知道 不知道 王玉琳這個人是誰 潘慕之啊 是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醫師 在嘉義 王玉琳是誰 他是當時非常重要的一位律師 在日本留學 王玉琳你也不知道是誰 這個人你總該知道是誰了吧 湯德彰 湯德彰 知道不是誰 知不知道 不知道 湯德彰也不曉得 台南 很重要的律師 對當地貢獻是非常非常大的 湯德彰 湯德彰你也不曉得 湯德彰也不曉得 台南人都知道是誰 陳欣 這個該知道了吧 陳欣 台灣第一代的金融學家 228事件被搶殺了 不知道 陳欣不知道 這個該知道了吧 陳陳波該知道吧 有名的畫家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畫家 但是不知道他是因為228被搶殺 院長 你對他的理解 只是知道他是一位畫家 他怎麼死的 你知道嗎 他怎麼死的 他是當時啊 幫國民黨政府 跟台灣人之間做橋樑去協調 去協調 進去開會出來就被槍斃了 當街示眾 我剛舉的這些人 陳陳波台灣第一代最重要的藝術家 陳欣 陳欣 金融學家 有很多人是律師 醫生 都是台灣 在當時最重要的知識精英 因為228事件 莫名其妙 被槍殺了 可是我們今天來談那段歷史 第一個 現在的政府 張院長 胡部長 你不願意去正式面對 加害者是誰 我們沒有不面對啊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說 我們史料公開 公開了以後自然有研究 會把這個責任 慢慢的釐清 好好好 我們沒有不面對 我們把所有資料都公開 這個讓大家來看 那我講第二個吧 這麼多人受難 這些受難的人 每一個人都有重要的歷史故事 我們一無所知啊 一無所知啊 教科書也不會寫啊 所以我們轉型正義啊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啊 這個其實資料已經公開 其實以後 教材適當的納入 我們都不會有意見啊 對 所以院長跟部長 你們就是不重視 228相關的事件 那怎麼樣不重視呢 你們也不願意去了解嗎 這個就發生在台灣 只不過是幾年的歷史之前啊 你們可以知道 好幾百年前的歷史 可是在台灣 民國36年到現在 之前發生的歷史 我們這個年紀60歲的人 在念書時代沒有被教過這些東西 那現在如果我們在教育的教材裡面 適度的納入 我們是覺得是好事情啊 好所以現在轉型正義 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我們 不了解這一些 228事件受難者 這些台灣精英 他們背後的代表的故事 可是現在 我們有很多的年輕人 想要讓更多人知道 我想讓你看一段影片 前幾天 在政大校園裡頭 我們有學生的社團 就去貼了我剛剛的這些海報 我這些海報 其實就是當天學生張貼的海報 就這樣粗暴的把一個學生張貼的海報 這個海報的內容有妨害善良風俗嗎 有違反哪一條法律 他只不過是把228事件的受難者的資料 希望透過一個方式讓更多的學生可以了解 院長 你覺得這不就是我們轉型正義應該要做的事情嗎 讓更多人了解228事件的相關的真相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那你覺得政大的校方用這種粗暴的方式 把那個海報給撕掉了 你認為是不是這樣 張貼這些受難者的這種事蹟 基本上不是壞事 但是學校裡面應該有學校裡面張貼海報 或是這個通知的這些規定 照學校規定去做一次啦 可以用這樣把人家撕掉嗎 吳部長 政大都這樣子嗎 政大一直都這樣子嗎 我想在所謂的風雨走廊上 張貼海報有他一定的規定 那這次的事件處理 我個人認為是他不夠 不夠什麼 不夠恰當 不夠恰當是什麼意思 就是撕掉海報的動作 不適當就對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好 我很高興部長你願意這樣子來回答 我們做的轉型正義事情太少了 但學生他們要去做 我們竟然校方還阻止他們 而且用粗暴的方式把他們的東西給拆掉 我覺得我們在這裡都應該譴責政大 我們現在的校園裡頭還有這樣子的思維 不可思議啊 好 好 好 部長你請回 好 接下來我想請文化部 彭部 好 附工 南院做為他最主要的公共藝術品 竟然是 陳龍先生贈送的圓明園 複製的那十二支壽首 我想這問題很大 我想請問一下 好 黃院長 黃院長 壽首的仿製品是從哪裡來的 第一是陳港生基金會 在2012年的11月給我們來韓表達了捐贈之意 這十二支手是陳港生基金會的他們的藝術總監所設計的當代工藝 並不是完全仿著圓明園的十二支手 不是完全 那也是仿啊 是不是仿 全世界唯一的真品就是圓明園當年1860年被英法聯軍 招紮掠奪走的那個十二支手 報告委員十二支手是一個泛亞洲的概念 報告委員十二支手是一個泛亞洲的概念 它不僅僅只有中國有 日本 越南 西藏 印度 韓國都有十二生肖這樣的觀念 所以我們拍的影片裡面也有談到這個東西 那十二支手我們是當著它當代工藝 它表達了捐贈之意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經過了我們院裡面審慎的評估 專業的評估 我們並且寄給了姚仁喜先生 你有經過專業的評估 誰評估啊 是我們國立故宮博物院 因為他不過就是一個 我們故宮博物院的誰評估啊 那我可以把名單給你 同時當時這個南院的這個建築師姚仁喜 他知道了有這個捐贈以後 他也同意納入在這個整個園區裡面的 這個我都沒有意見 我們台灣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我們要置放這些公共藝術品 是要經過審議的 我想請問一下 黃部長 文化部 你們有沒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我們是有的 相關的公共藝術品 特別是政府機構 要經設公共藝術品 需不需要審議 黃部長 那公共政府重大建設 那麼要至少用它所建設經費的百分之一 來設置公共藝術 那這個是在公共藝術設置條裡頭 設置法裡頭 那麼第二條呢 我知道 我們有公共藝術講述條例 公共只能百分之一 要做公共藝術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八件的公共藝術品 包括草菅民生 包括還有來自亞洲其他國家的一些藝術家 他們有創作 就這一件 為什麼沒有送審議 我想問一下部長 獸手 十二件獸手 有沒有經過文化部的公共藝術審議 有沒有 十二件獸手 不在它那個八件的公共藝術的審議 沒有吧 它是屬於捐贈 對 它因為它是捐贈 我想問一下洪部長 捐贈的公共藝術品要不要審議 捐贈的公共藝術品 基本上我們是尊重 那麼所有擁有所有的單位 那個所擁有的單位 所擁有的單位 所擁有的單位 好那我給你看一下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黃院長我現在給你看 院長我現在給你看 第32條 政府機關 請問故宮是不是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接受公共藝術 捐贈是因擬定受贈的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經審議會審議通過 內容還要包括這一些 請問 黃院長 你有結果審議會審議嗎 報告 報告委員 那不過就是裝置藝術 並不是這種法律規定裡面的公共藝術 不要 我們在故宮南院 天啊 不是我們在公共藝術 裝置藝術跟公共藝術什麼不一樣 我實在不是 我們那邊就是裝置 你只要一進到故宮 顧宮啊 你實在很困難不看到這個12個壽首 其實它已經變成我們故宮最重要的公共藝術 你知道 對於這個12個壽首 大家都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我沒有意見 有人認為它是統戰 有人認為說它是複製當時郎士林的作品 這個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我今天想要跟故宮跟文化部一起來探討的 就是 不管你要置放什麼樣子的公共藝術品 你總是要經過一定程序嘛 如果沒有的話 院長你知道好多的藝術家都想捐贈給政府機關啊 我們歡迎經過我們評審 我們是會納入的 你要把它放到公共藝術審議的程序裡頭去走啊 我們台灣有這樣子的法律 為什麼你可以不用遵守呢 那個通常我 我被 據我的了解 那就是我們工程建設費裡面的百分之一 要做公共藝術 按照這樣的規範去辦 那個有 這個我們已經 那個已經有了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捐贈的部分 捐贈的部分你沒有做到 好那你跟我說 公共藝術審議法第32條裡頭 你要寫捐贈原由 捐贈者 捐贈者當然很清楚嘛 就陳崗生先生 就陳隆先生 捐贈的嘛對不對 好 捐贈的總經費 要載明啊 總經費多少 再來 捐贈作品是藝術創作者的創作履歷 請問 現在放在故宮的那12個獸首的創作者是誰 是誰 他我們有 是哪個藝術家 你跟我說 有那個 是誰 有那個公共 就是陳崗生藝術基金會的 這什麼人啊 我忘記他的名字 怎麼可以忘記他是什麼人 委員我不知道你今天我事後把資料 不可能 這是很嚴謹的 院長 你 思相授受 讓陳隆捐贈的 授手的 副製品 其實你破壞了台灣的公共藝術審議制度 如果你這樣子可以通的話 那這個辦法乾脆拿掉了嘛 那以後如果有任何一個藝術家 要捐贈給政府機關可以不用審議的話 只憑地方政府的首長 或是這個機關的首長就決定要放這個 以後啊 沒完沒了啦 你知不知道 在我們地方上有很多的民間的社團 都想要捐贈給政府單位公共藝術品 可是 對不起 要經過審議 而且是要經過文化 地方是文化局 當然中央就是文化部的審議 我再問一下 故宮有這麼多的公共藝術品 公共藝術院 我剛剛講的有八件 這個八件 部長你知道吧 有審議你知道吧 我知道的 好你知道 授手 你知不知道 授手基本上它是一個捐贈 我們 我剛剛報告過 你都不知道嗎 尊重所擁有的單位 是 院長 我可不可以要求 不要破壞我們現有的公共藝術審議制度 可不可以移除這十二個授手 那同時把這一些 仿製品 請文化部來幫我們進行公共藝術審議 不然的話 你們去領選諮詢委員來進行審議 如果審議的程序完成了 覺得它是可以放的 我們有意見 到時候再來放 不然的話 院長 你們放的這個授手 其實是把我們全台灣的公共藝術審議制度 完全的破壞掉 同不同意 院長 張院長 你同不同意我的說法 院長 我現在請問院長 院長你同不同意我的說法 南院已經蓋好了 這十二個授手業已經裝上去 你要把它移除 移除審議 再去補作審議的程序 是這個意思嗎 對 我覺得移除知識體大 甚至造成國際上面一個非常 惹人注意的一件事情 好 我覺得 好那沒關係 那你可不可以補送公共藝術審議 我覺得這個會後 讓我們文化部跟故宮 再討論一下看 這個審議的程序 在法規上面 重啟審議 重啟審議 如果審議過了 沒話講 那個當時曾經做過什麼樣的程序 先了解 那如果說 有審議的實質內容 這個事情引起 台灣藝術界非常大的反彈 你要了解 所以我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幫台灣的藝術界發聲 我剛才已經跟委員回應了說 回去以後請故宮跟文化部去看一看 這個過去的過程 跟現在審議過程有沒有需要在 事後再補證的這個做法的需要 我們回去會把它當作一個很嚴肅的課題來檢討 一定要進行公共藝術審議 可以吧 黃院長 這是必要的 這是必要的 你剛說它不是公共藝術 你當天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都強調它不是宴品 它是公共藝術品 你自己講的 你自己說它是公共藝術品 你要不要我把影帶放出來你的說法 委員我承認 當時我有說那是公共藝術 但是後來我重新 發現公共藝術在台灣有特別的意義 所以我說它是裝置藝術 同時候台北也有台灣的藝術家 你說它是裝置藝術 那設計師 那設計師 姚恩喜當時設計的時候 就應該要送建造一起進來審 也沒有 同時候我們故宮藝術也有放大籤石亭 那我也表達了 那個不是藝術品 對不起 院長 那是景觀 你不要把藝術品 跟景觀搞混了 本來我們把12壽首交給姚恩喜先生 也是納入景觀設計裡面 但是他後來就把它變成一個燈柱的上面 這是姚先生的設計 所以委員我們 你剛剛的提議 剛剛院長已經交代我會跟洪部長研究 委員剛才已經跟您說明說 我們會請兩個機關回去 好 謝謝黃委員的質詢 謝謝 謝謝